這個個案其實很有趣 他在之前一年前一年多前 他曾經有小中風過 那時候我告訴他 其實乳內血管有狹窄 你要好好吃藥預防 過了一陣子的時候 他就消失了 沒有再回來門診 因為他直到過年前的時候 他又是同樣的症狀 可是又運氣也真的蠻好 又恢復了 我就告訴他說 血管狹窄 為什麼你不固定吃藥 他說我吃了藥 感覺我都好了 不是跟感冒一樣嗎 好了就不用再吃藥了 吃那麼多 幹嘛 後來剛才講說 這個狹窄真的很嚴重 我們除了剛剛看到的超硬波以外 我們又幫他做了 我們講血管攝影 發現他這邊可以可以看得到 這邊真的很狹窄很狹窄 很細 對很細的狀況下 什麼時候他會完全塞住 塞住之後變成一個大中風 他有可能就是半邊 完全都不能動 長期就臥床 中風是臺灣成年人 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有兩支影片 首先是爐內血管支架 腦部支架 到底那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指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一個導線 放進去的地方 我們導線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慢慢慢慢的把我們的一個支架 就是我手上這一個支架 慢慢的把它放上去 好小的支架 好小一個支架 這個支架健保生育 已經開始給付了 當然要符合一定個條件 所以他做了兩次 第一次做個診斷的血管攝影 第二次符合健保核准下來之後 我們就第二次把它放上去 就是我們框框裡面 就是把那個狹窄的地方 把他用支架把它撐開 撐開了之後 他自己感覺說 我好像精神變好了 感覺自己又變聰明那種感覺 但有沒有變聰明 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說過去的研究 告訴我們說 乳類血管狹窄或者乳類血管硬化很嚴重 對未來的失智症等等那些的風險 是相對來提高很多 當然最重要的是預防 他未來發生中風的機率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一支影片是在 裝支架前跟裝支架後 來進行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裝支架前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是核齒共振的一個灌流量 他放支架之前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螢幕的左邊那個圖 他這個顏色其實兩邊是不一樣的 放完支架之後 那個顏色就慢慢就變成平均了 他意思代表什麼 灌流量已經回來了 所以他感覺上 好像感覺會比較好一些那種感覺 來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昂貴的支架 長這樣子 很小一根支架 舌下冒青筋不是好事啊 舌下血管密集 假設血管特別粗 而且膨降肚脊脊 擔心這個是三高問題 其實這個青筋跟肌肉不一樣 就是血管 就是我們靜脈血管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靜脈的血管 他如果有阻塞的話 他或者我們心血管 大概也都會跟著阻塞 那如果是他冒青紫色 或青深藍色的 代表他的這個血管的通通性 是比較差的 那我們在中醫裡面 會改善這個心血管的一個阻塞 有三個這個 包括食療 包括藥方 最有名的就是單膝散 單膝散是叫做暢通血管 活血化育的作用 食療好了 那食療的話 我是建議用就是說黃瓜醬脂優格 那這個就是小黃瓜 這黃瓜就是小黃瓜 那小黃瓜我們用三百克 第一質的優格有兩百克 那將小黃瓜洗乾淨之後 要連皮切換 連皮起來 那優格小黃瓜打起來 這個就是吃起來非常可口養生的 一個這個果汁 那這樣的話我們用黃崎桃仁通洛洲 我們用這個它主要是活血化育 而且它有補中醫器 因為黃崎它有補中醫器的作用 除了通之外我們也要補鹽氣 它才有血管才有推動的能力 那這個只用三百克的米 那黃崎是二十克 那用 這個是預防失智症的走冠療法 陳醫師陳院長要親自示範 上陳最好是一種冰涼性質的 像東青油啦或者之類的 或者像潤滑油啦 這個這個我們大脆穴的位置 那吸引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那它這個就會有點凸起來 馬上膨脹凸起來 來吸氣 好放 就在我們的脊椎的兩側 那這個不是我自己畫面 其實在這個很多的醫學報導 就是一些一些期刊裡面 證明說你在脊椎脊椎的這個兩側 做所謂的滑罐的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腦部 尤其是失智症 健忘症 可以獲得一個改善 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一道馬上變紅 變紅 對 所以我們從我們的脊椎的兩側 都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也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扭腳 這樣因為它很適合來握 這樣可以 那我們如果是逆經的話 逆經的話就是補氣 那 逆經的話是泄氣的 如果是順經的話就是補氣 這是刮燒的部分 平常在家可以幫長輩刮 幫小朋友刮 同時也預防失智 那我在發現 有的方法叫做坎梨丸 主要的成分是生地房 收地房 各六十克 數量多 因為它是要做成蜜丸 就會做成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 長這個樣子 一個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當然我們這個是要去量身定做 請中醫師來幫你 那當然我們現在都是有這個科學中藥 我想很多的科學中藥 也做出這樣的一個處方 其實這個都安神的 這個都是人參 龍骨 龜板 倉骨 這個都是劍腦 竹底的一個穴道跟我們的腦的相關聯 因為我們這個叫中醫裡面的一個叫做蜷襲力 腳底對應在腦的相關部位 那如果說我們要預防失智 說補腎養心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從我們這個腎氣的部位 那這個部位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永全穴跟腎經的起源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先給他做一個記號 那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記得住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穿了這個襪子以後 我們就找到了這個穴道的位置 就按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拇指的底部這個位置 那我們當然我們可以用這個牛角 又出現了 或是我們用一個按摩棒 都可以 所謂的這個永全穴 永全穴 還是這個穴道是我們的就是腦神經的一個穴道 要定住不動還是要 對 定住不動 就是我們這一手握住 握住 那就給它按摩 當然你又有微微的痛 當然也不至於痛到你受不了 就是用刺激的穴道 刺激我們的腦產生它的一個活化 這個我們腦還是要常常訓練 我們這個腦部是用近背對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FB點贊